明天就要出发了 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装车 然后去做核酸 再把家里收拾一下 走 看过上期视频的朋友知道 我们这次是准备带小猫小狗 在服务区露营的 狗狗跟我们睡在帐篷里 小猫咪就在车上 为了让他们的合同空间更大一点 这次把车里做了一个改装 和来的时候不一样了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布局 就是我们原封园还原了车上的布局 提前在家里就这么摆了好几天 让他们提前适应熟悉 小猫又睡在了里边 这两天他天天就在这睡觉 睡吧没事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块剑麻垫 是我们之前一直铺在客厅沙沙前面的 平常他们五个吧 都会在这磨爪子打滚蹭味道 所以是他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气味聚集地 所以我们刚刚好它的尺寸可以把车从后备箱一直铺到后排 在路上以及我们到了目的地一个陌生的环境 它都会让小猫小狗更容易适应那个地方 然后除了这个剑麻垫之外 我们还带了这个小黑同学睡觉 最喜欢的这个小狗猫抓板 那么也是它比较熟悉的味道 我还专门买了一个绣纹垫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这种绣纹垫 我第一次买这个 就它其实这两天在家里就给它们在玩 就它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玩具的合集 猫咪比较喜欢的 比如说这种丝带像动猫棒一样 然后这个钻洞洞 这边有一些小片的这种小布料设计 还有这个小羽毛 这个东西上面其实是有猫薄荷 包括小铃铛小麻绳就可以抓的这些 已经被它们玩的 就是这球也没了 然后上面都是这个毛 这说明留下了很多它们的气味 我希望就是在车上 包括到了新的地方 它们都能够有这种安全感 然后现在车里的这些像城堡一样的盒子 就是两个航空箱 一个肯定是小黑到时候会不安待的地方 然后另外一个是给呼伦和小走 因为它们两个平常跟我们出去的比较多 所以是跑长途经验也比较丰富 在车里这个环境适应的非常好 它们会有比如小岛人随便就趴了 然后后轮也会有它喜欢待的地方 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个航空箱给它们去做选择 要不要进去 爷爷给这两个航空箱起名为卧铺车箱 然后还有一个是上一次我们视频里 给大家看的装着想到小狗吃的这个小箱子 爷爷给它起名为餐车 就是小老现在守护的这个地方 旁边的这个猫砂盆 是新的 你这样也太稳了吧 这个猫砂盆的里边我们还会套一个小黑在家里用的最惯的那个盆 正好可以放进去 这里边装的是我们的东西 塞满了 它其实很好 就是我们这三个箱子 包括那个餐车 买的都是这种可以折叠起来的 然后也可以撑开用 这个到了我们下一站还可以当做收纳箱来用 而且以后如果我们短途的出行 在车上放一个这个呀 都可以成为小猫咪的窝 它这个侧面可以打开 现在塞满了 它其实可以钻 这两个小盒子 也是会放一些路上用的东西 有可能就是会给小胡伦空一个空盒子在这 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个盒子 这块木板 边具车上的这个尺寸 它两边刚好能卡在那个车厢边上 我们定做的一块 这样就是让上面能够平整一点 它们窜来窜去 包括吃饭都可以在这个上面完成 因为我们这趟出门 就是海的海的 这边还是比较热 在后排的车窗上贴着这个防晒的膜 一来挡温度 二来还可以挡点阳光 就小猫咪们比较喜欢稍微暗一点的这种环境 也为了还原车上的实际情况 然后这两天就把它粘在了玻璃上 然后我们等会儿去车上就可以看到车上也是这样子的 车上也是这样子的 看看你的卧铺车厢 看看你的卧铺车厢 买票了吗你 就是我们把后排座位整个放倒了 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比较方正的空间 主要是我们家有两只吊魔机 我们现在装车完毕 基本上就是在楼上摆的那个样子 然后加了这个吸尘器 然后这些猫抓板啊 这个绣纹垫都是用这个魔术铁固定在板子上的 然后爷爷在这两边的这个小位置 因为呼伦平常出去特别喜欢扒在这儿 然后爷爷给垫了两块软木板 给它满平了 然后也许呼伦也喜欢在这儿玩一玩 然后我们再去前面看一下 那边的门我们就会平常不开它 已经把帐篷和上边的这个把手固定起来了 只有出宿的时候才会开门取帐篷 两个航空箱 小黑会在这边这个 然后那个到时候就能打开他们一次的衣板 把这一绣纹垫的丝带这么垂下来 给他们当的魔宝啊 这个箱子现在是空的 有呼伦可以钻进去 这个是比较高处的一个空间 这里边放我们路上的东西 两个书包 我们是挂得比较高 这样不站毛孩子那下面的空间 正上方是爷爷为他们准备的电扇 然后还有这里 我们在前后排中间的这个地方也铺了软木板 第一它比较好打理 第二就是小猫咪比较喜欢的这种质感 然后小小小平常坐车去人很喜欢 趴在这儿 所以就随便它咯 想去哪去哪 这里塞了一个猫包 也可能路上会带小猫咪下来走走 然后准备着它是折叠得很方便 这次记得带了地叉 然后下车遛狗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们先放在一个地方活动 让小猫咪在里边能多自由活动一会儿 因为路上主要是爷爷负责遛狗 所以这个就摆在它的位置 还有花露水 还有去蚊虫的 副架这边铺的是之前在我们家里 那个玄关门口的那块建麻垫 它也带上了 因为它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味道 如果晚上我们不在车上 或许它们会到前面来溜达溜达 这次我们装了它 就是 我们之前来的时候 那个座位是立起来的 然后团团团团团到前面这儿 还是有一点空间的 就是它们不太容易过来 但是现在座位放倒了 就发现小团团 其实比较喜欢往前面冲 然后绑了一个这个 用来防狗 这个主要是拍外面的环境 上次来海南路上 那个很酷的在升降机上的那个镜头 就是这个机尾拍到的 然后 爷爷你来介绍一下这个东西呗 RAM 就是湖外的人 那个都知道 非常结实 就是我们大概弄了半年了 外的一点 对一点没得松 而且它它可以挂 相机 对 挂相机 然后挂GoPro都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位置夹了一个 这也是爷爷捕到的 就是 反正也是也很稳当 我们来的时候也有它 也有它 装好车了 舒服 装好车了 装好车了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做核酸 那我们先吃饭 再买一杯冻凌茶 哈哈哈哈 走了 我们回来了 毫无悬念 小黑还在睡觉 好 咱们 咱们 没 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